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其實在後張忠謀時代 很多外媒就說 未來十年台積電是沒有任何對手的 但張忠謀也曾經跌倒過 在他的車牌1898 就紀念著這一件事情 他說這是影響他人生 非常重大的一個宮殿事變 要是沒有這個宮殿事變 恐怕也沒有紀念台積電 這持續我們來問一下朱老師 確實 大家看到張忠謀 覺得他好像是人生的勝利組 你看他從念書的時候 都念的都是名校 然後在職場上也這麼成功 然後出來創業更是成功 好像他人生都是這麼順遂 可是沒有 就在去年 他接受中正大學的邀請 在演講的內容當中 他就提到他人生 其實在54歲到57歲的時候 遇到了兩線非常大的挫折 好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在剛離開得宜的時候 他到另外一家公司到通用儀器 好 他本來想說 一樣都是做這一類的 所以他到通用儀器 去接了這個總裁之後 應該覺得應該很駕輕就熟 結果沒想到 通用儀器的企業文化 跟德州儀器是完完全全部一樣的 因為德州儀器就是 確確實實 老老實實的 就是一路這樣子的 去做該做的事情 可是通用儀器不是 通用儀器他的做法只是 想要把一家企業買下來 然後經過改造之後 就賣掉 根本就是一個創投公司的做法 或是避險基金的做法 根本不是真正的一個實業的做法 好 那更糟糕的是他到了那邊之後 他本來想說就是按部就班 來發展這個企業 結果沒想到 上從老闆下到他的部署 結果大家密事協商說 這個Morris跟我們的企業文化 根本就不合 所以表面上他是總裁 事實上他做什麼事情都不順遂 因為都被人家架空了 所以他就在這個通用儀器 做了大概一年左右 他就離開了 他說當時其實客戶跟股東都很滿意他 但是還是遇到這個事 對 那問題就是老闆不滿意他 因為老闆的作風跟他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這是他的第一個挫折 好 所以後來就是我們前一段講到 後來他就回台灣 一開始也確實到公研院去 接了院長這個工作 所以他到了說 這個既然是個研究單位 但是我們還是要說有些革新 所以他就想做三個事情 好 那第一個 當然就是要做研發 那研發必須要有錢 那誰要給公研院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好 第二個他覺得公研院 不能純粹就是技術 必須要把這些技術 拿來成立一個創業做一些公司 好 那當然就是後來就有台積電 還有台灣光照 這個部分看起來也OK 好 可是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部分的改革就出問題了 因為他覺得這個公研院 基本上就像一個公家機關 雖然他是財團法的 可是實際上感覺上 很像公家機關 可是他覺得不能這樣子 你這些人都公研院生態 所以我應該要怎麼樣 要有一個考核 要有一個績效 就是企業的做法 這一下子不得了 原本在公研院工作的這些人 我本來就是不要準的公務人員 先讓我每天快快樂樂上班 可能就是喝茶看報 我就有薪水可以領 結果你現在給我來個績效考察 所以開始一堆黑寒 就開始去攻擊他 甚至連民意代表都出來質疑他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辦公務機關 所以民意代表出來質疑他 立法院出來質疑他 這就真的讓張忠謀覺得說 真的是不如歸去 根本就不是我原本想的樣子 所以就在去年 他在中正大學的演講的時候 他就說他這輩子有兩個東西 他真的是搞不懂 一個就是政治圈 一個就是學術研究圈 所以他這輩子 真的還是適合做創業的工作 所以他的車牌也紀念這件事情 對 是的 所以剛剛翟軒提到的 1898就是當年的戶序政變 所以張忠謀說他真的跟當年的 光緒皇帝很像 因為如果念過歷史我們就知道 光緒皇帝在當年 他也很想做一些改革維新的動作 好 可是他規劃得很好 找了很多人來幫他 結果誰 慈激態又不准他做 所以搞到最後光緒皇帝就很可憐 所以張忠謀就提到 他在不管是在通用儀器 或者是在公研院的時候 雖然看起來很位高權重 事實上根本他做什麼都被限制住 所以他就覺得就跟當年的光緒皇帝很像 所以他當時在臺北的車牌號碼 就特別選擇這個1898 就來紀念說他當時的這些遭遇 所以我們看到說 其實這個昨天台積電跟聯發科 聯手推動之下 推升的臺股 站上這12682的歷史高點 但是雖然說今天這個 他們兩個都稍微這個漲勢 稍微減緩了一些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 這一個庭浩 其實看得出來說 臺股還是雖然說 今天長得沒有那麼兇 但是臺股現在儼然成嫌是這個 半導體就雙核的這種領航的模式 已經是儼然成型的 現在就連這個洪基的董事長施政榮 他其實同樣也是這個 台積電的獨立董事 他說其實這已經是象徵說 臺灣半導體已經是世界第一的地位 臺灣半導體為什麼會這麼強 這是不是跟過去曾經有一個 RCA計畫有關係 這個RCA簡單來講叫做 美國無信電公司 其實在當時美國的技術也不是說特別 這個水平沒有特別的高 但是他是當時美國公司 唯一少數願意扶植臺灣的科學家 臺灣的企業家 進行一定的培訓之後 大概在一九七六年的時候 當時國內大概花了一千萬台幣左右 送這些科學家出國 學成了一些技術之後 奠定了臺灣第一座 IC經營設計的一個廠 那整體的一個狀況 他不能說是一個幫助臺灣 最主要的一個力量 但是他至少形成了一個雛形債 就是很多人才的培育出來 那其實當下跟環境有非常大的關係 其實臺灣當時國內遇到幾個形勢 第一個就是遇到中等收入陷阱 就當輕工業發展到一定形勢 當勞力密集產業到一定形勢之後 如果沒有進行一個產業升級的話 基本上從此之後 根據歷史經驗來看的話 薪資水平就再也不可能提升 所以當時遇到第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個是一九八年年代的時候 大陸正在進行改革開放 所以當勞力密集在對岸 有一個更便宜的成本的話 當然 想當然了 很多的廠商就移過去了 那第三點 第三點 我們要提到的就是 當時國內所推行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這我要特別講 因為我當時 我是念青大的 然後我又是經濟學 所以我當時的一個畢業的專題 我就是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 一個內涵的一個推演 但是不管怎麼說 當下其實就是我們常講 那個時候教授常講故事 孫育璇 潘文渊 李國鼎幾個人 就在永和豆漿 大家就在豆漿店聊天 說那就這麼辦好不好 那就這麼辦 結果就做成了 台積電裡面都還有 孫育璇的基金會 對 我科管院畢業的 我是青大科管院 我們科管院就有一個孫育璇廳 就專門紀念他的 不管如何 當下我自己青大畢業的 這一段歷史是非常耳熟能詳 其實陳英哥應該也會聽 因為陳英哥是交大的 我們在旁邊而已 你知道青椒是不兩立 但是你們都曾經受到孫育璇的這一個 但是我們有個青椒小禁 有時候情侶會在那邊談情說話 就是青大跟焦大的中間會來 年代有一點差距就是真的 不管如何說 這個是當下我們對於當時背景的一個看法 也就是RCA所建立的一整套體系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有這麼簡單嗎 我們常常會聽到別人說 其實臺灣的半導體產業 可以這樣子拉起來 三個躍進 第一個是風水 第二個就是運氣 第三個就是巴滋 簡單來講就好像當時那個時代 很順勢就做起來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真實的狀況 我們拿一個更總結的表面 你就會分析得到 沒有這麼簡單 我們先想想看 臺灣的半導體產業 它需要 最需要的是什麼 最需要的是技術 在臺韓之前的半導體產業 是以美國為主導嗎 其實已經逐漸移到日本了 我們是慢慢的接收 美日的整體的一個技術轉移 移到臺灣 所以當時有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國際局勢 就是日本對於 不管是汽車 對於是半導體產業 對於科技產品 整體傾銷到美國的狀況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1980年代 美國這麼多 要掀起這種國際化 自由化的一個浪潮 當時就是為了要制衡日本 所以才會有廣場協議 所以為什麼台韓之間 可以拿到這麼多的一個實質技術 你以為真的就是因為 華人比較勤勞 亞洲人比較勤勞嗎 這跟當下的國際政經局 是由美方所建立的 國際的經營模式 有非常大的一個相關性 所以等於是我們天時地利人和 這種加起來 你是天時地利人和 但是你最後的那隻手 是非常明顯的 你看到現在我們回去對照 現在5G戰炒得這麼紅 你難道看不出來 有這麼多隻手在身嗎 美方一直想要建立一套 由他為獨斷的5G整體系統 所以你從任何政治角力來看的話 沒有那麼簡單 其實最終最終 都是一個背後無形的手 他所建立的一個國際體制 好 下一段我們就接著來看 這個台灣半導體的雙核心領航 既然已經確立了 這台積電聯發科帶頭中 那我們本週是不是能夠 站穩12682 馬上回來蔡經大百花